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刚走到杂物间拐角的地方 就隐隐约约的听到里边传来一阵哭声 我念手念脚的来到了杂物间门口 透过门缝我看见婆婆一个人 正坐在杂物间里的一张 藤椅上身心的抽起着 可能是怕我们知道吧 强姿压抑的哭声显得那么凄凉 我猫着腰透过门缝小心地看着 真怕它有什么三墙两短 那张藤椅是公公生前最喜欢的一样家具 几乎每天都会坐在上面喝茶 婆婆一直都不喜欢 公公一过世就把那一把椅子扔进了杂物间 说老实话 我跟婆婆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 没结婚的时候就因为彩礼嫁妆什么的发生过争执 结婚之后我们娘俩之间吵架 更是家常便饭 甚至还动过手 但说老实话 但在我心里我真的是佩服我的婆婆 她太能干了 婆婆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婆婆是长女 但却只有十岁 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最要命的是婆婆的母亲还是小娇女人 干不了农活 所以十岁的婆婆就跟着大人一起下地 挣公愤 养活一家四口人 在那个姑娘们都在十七八出嫁的年代 婆婆到了二十一岁才嫁给了公公 当时婆婆嫁给公公的时候 可以说是震惊了我们附近七八个村子 主要是婆婆能干 人还漂亮 说没的人都把婆婆娘家的门槛都踏破了 据说连县长都托人来说过没 但婆婆就是不点头 后来谁也没有想到婆婆会选择公公 那会儿公公家里兄弟多 饭都吃不饱 一年到头来 挣的公分还没欠得多 是附近有名的落魄户 公公作为家里的大哥到了二十七 还没说上媳妇 公婆结婚后 婆婆就成了两家的掌柜 辛苦支撑着两个穷家 一直到包产到户 两家人才算得上吃上了饱饭 婆婆没上过几年学 去捐坚持叫弟妹和小叔子们上学 我老公的舅舅小姨叔叔们除了几个年纪比较大的 在公婆结婚前就退学的之外 剩下的全都是高中毕业 还有两个考上大学 在八十年代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十里八乡的到现在提起我的婆婆 没有一个人不收大拇指的 从小我爸妈就跟我说婆婆的故事 所以我第一次到家里来的时候 是怀着模拌的心情来的 你们不要笑 当初的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而且在我心里一直认为 我一定会成为婆婆那样的女人 成为家里家外的一把手 带着自己的小家越过越好 甚至要超过婆婆 但后来我发现 一个家有两个强势的女人 真的是一场灾难 我和婆婆的恩怨 其实说到底是大家和小家的利益的争夺 婆婆虽然对外强势 对内却优柔寡断 总是想贪大求全 要求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团结在她的身边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小家庭的利益 对于叔叔们和舅舅小姨的请求 从来都不知道拒绝 无数次的对她们奉献 奉献 奉献 婆婆挂在嘴上最多的语句就是 你输 你姨 你救 不困难的找我们吗 有钱出钱 没钱出力 赖船 还有三斤钉 没钉子就打气子 也得棒 这些年为了这个大家 我都不知道公婆到底补贴了多少钱 即使我这个小家 这些年也几乎拿出了近四十万来补贴他们 我不是说不能补贴 但总得有个限制吧 这样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贴补 我真的是受不了 不说别的就说房子吧 我老公家里的表弟表妹 唐姐 唐妹 家 家住的是楼房 七成的小家 有自己的小车 可我们呢 还是住着公公九十年代 盖得了房子 至于车 除了老公用来生活的半挂车 家里就一辆 我用来接送孩子的电动三轮 为了这件事 小叔子两口子 已经有几年都不回来过年了 小姑子更是不得忙 甚至偷偷地跟我说 嫂子 不是我不孝顺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明明穷的都差去当铺了 还到处往外借钱 没有一个还的 我每次回家就问我要钱 说谁谁有事要借钱 可人家都买房买车的 咱家买啥了 尽穷大方 今后啊 要是咱爸咱妈 有病没钱 你给我说 我出 要是这样往外借钱 我是一个子也不会给的 前年公公 费癌晚期 急需前看病 我婆婆 第一次拿出了那个所在窗头的小木甲子 整整几百张 箭条啊 我看着都头晕 从八几年 几十几百的结局 到九几年几千几万的结局 还有00年之后 十万十万的结局 我和小姑子算了一下午 然后挨个的打电话要钱 但别人一听是要账的 个个没好话 挂电话的挂电话 说没钱的 大有人在 真正关心公公病贫的 还真的没有几家 就更别提 先凑一点钱还钱的 整整两百 两百四十万的结局 就只还回来三十四万 最终公公还是走了 这些病看不好 我们也明白 但真的不明白 那一张张戒条 为什么变成了白纸 而且都是所谓的亲戚 钱一接出去 就像泼出去的水 想要回来 真的是太难了 公公走的那天 所有的人都来了 婆婆当着所有人的面 在公公的一项钱 烧了一个小夹子 以及里面的所有简举 有的人脸红了 有的人哭了 更多的人却只是 长嘘一口气 看着那烧尽的纸 脸上竟还有些窃息 我真的是看透了这些 道貌黯然的嘴脸 小叔子当天喝多了 拿着一个板凳 砸了停在门口的 十几辆小车 然后抱着公公的一项 哭了整整的一个晚上 公公的丧事过了之后 婆婆就把公公 所有东西都收了起来 也许她自己心里苦吧 听着储蓄间 传来的低沉的哭声 我第一次觉得 她是好人 以前对她的恨 对她的不理解 都随着她的哭声 远去了 我就这么心情复杂地 在门口守着 但愿在她的余生里 只有这一次哭泣吧 写故事的人 只负责悲欢 迷和 听故事的人 只为泪流满面地 感同身受 若你有缘 遇见这些故事 纵然我们素昧平生 单凭这些久违的故事 你我 接散老友 背底 便是天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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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